它是有兩段式的震動 所以如果我按這個的話 它是不是震得還蠻狠的啊 所以是這樣嗎 真的假的 為什麼它會是這樣震 我現在刷完覺得好乾淨喔 有一種幾乎接近是洗牙的感覺 今天的影片結尾一樣會有抽獎時間 記得要開啟C字幕 而且一定要看到最後面喔 各位觀眾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晚上的折折開箱 我們今天要來開箱的產品是牙刷 你們是不是覺得我們已經開箱過牙刷了 對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要再來開一個牙刷 這個牙刷是一個冷光亮白的牙刷 這個牙刷號稱是台灣首創的一個冷光亮白技術 它的名字叫做低能冷光亮白電動牙刷 我告訴你們 我這個會回去幫你們試用很多遍 因為每次使用這種衛生產品的開箱 開完都會回到我家裡面 所以我不只今天會用一次 我未來還會用很多次 如果說好用的話 我會再想辦法讓你們知道 打開以後 看它就是長這個樣子 深灰色配這種桃紅色的造型 它的刷毛也是就是美國的杜邦刷毛 然後它是有兩段式的震動 所以如果我按這個的話 它是不是震得還蠻狠的啊 會不會震到流血啊 我覺得我的手都開始癢了耶 所以是這樣嗎 真的假的 為什麼它會是這樣震 那它這一支是走那種 震得很徹底的路線 它沒有要跟你開玩笑 就用很強力的震動 把你的牙齒刷得一乾二進 我覺得有點期待使用它 但是有點怕會流血 但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會試試看 給大家看它的收納盒 喔皮的 我是有在用電動牙刷的人 我連我跟我朋友出去玩 去哪裡要住宿 我都會帶電動牙刷去 你就可以把牙刷這樣放進來 它就是很剛好 然後你可能可以再放一條小條牙膏進去 再出門 也是體面 這個就是它的充電的線 那這是刷頭 兩個刷頭 給你替換 都是杜邦刷毛的刷頭 那介紹完了以後 我覺得我們應該趕緊的來用一下 畢竟我是常用電動牙刷的人 希望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不同的感覺 我會先把它弄濕 然後再弄牙膏 然後再弄濕一次 輕微的漱口一下 因為在這個地方刷牙好奇怪 先按這個 先開 它這個光照到這個黑人牙膏 整個牙膏看起來很不得了耶 整個牙膏都在發亮耶 中華一番的牙膏 謝謝 中華一番 好 我要刷牙了 我不管 因為它是按三下才會關嘛 所以你中間一定會經歷那個 但我必須要說啊 乍看之下 我們剛按的時候都覺得它震動的很劇烈 可是其實在嘴巴裡面的時候 會覺得就滿舒服的 我在想可能就是它的那個刷毛 就是它就不會讓你覺得說 好像很硬的刷毛 然後很用力的在刷 它會讓你覺得是滿平穩的 你會感覺很強的震動力 可是嘴巴是滿舒服的 就算是碰到那個牙癮 也都不太會覺得說不舒服 比如說像這樣 像這樣都OK啦 有的那個電動牙刷 它還會不要亂說 可以讓你拿來刷牙癮 所以這樣這也可以 其實刷牙癮還滿爽的 大家回去就可以試試看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第二個那個很奇怪的模式 好不好 這樣子 然後把它放進去喔 感覺要配著它 沒有啊 是我按的 我現在刷完覺得好乾淨喔 是我錯覺嗎 有一種幾乎接近是洗牙的感覺 洗完牙就會很興奮的一直要舔自己的牙齒 因為就覺得那個牙縫之間都乾淨到不得了 而且牙齒變得很光滑 它幾乎輕微的有一點那種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那個第二種模式的震動 它應該是真的蠻有那種局部加強的感覺 就是你把它放在你要加強的地方 它就會有一種強力的針對那個點去做震動 所以好像確實就像它講的 特別局部的震動 它可能就可以震掉你的一些壓菌斑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會覺得有光滑的感覺 可能也是跟這個原因有關 因為一般的電動牙刷 它可能就會設定說 一分鐘到了它就會這樣停一下 可是它這個好像目前刷起來是完全沒有 完全照你的節奏 有時候你會刷牙刷到一個很有性質 你就會這樣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 那它就不會停下來 我覺得這個其實蠻看人的啦 像我的話也是不會特別喜歡說 它要時間到幫我停掉 因為我常常刷牙刷到忘記時間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 就是會覺得刷牙的時候 就會覺得那段時間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於是我就會一邊刷牙一邊看電視 一邊刷牙的時候一邊 在那邊看一些東西 然後就會看到 不小心就一直刷一刷 我覺得蛀牙的這個體質也是 長大以後就會好 就像近視 你到一個年紀以後 近視度數就不會再加深 是一樣的道理 因為像我小時候 隨便吃個甜的 然後就馬上蛀牙做到飽 可是我換牙了以後 無論再怎麼吃都不會蛀牙 很幸運吧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 但反正就是 勤刷牙 好那它這個低能 冷光亮白牙刷呢 它顧名思義就是用冷光的技術 去讓你達到說牙齒亮白的效果 其實像你現在去診所做那種 霧齒美白啊 它也是用冷光的技術去幫你做 所以它其實就是類似這樣的概念 好然後這個牙刷呢 它其實拿起來是蠻輕的 確實 因為它說它是只有66公克 我看到這個數字是有嚇到啦 但是看到以後才回想起來 欸確實我剛拿的時候 嗯它都很輕 幾乎比一般的那種 最基本的牙刷中不了多少 確實是在這一個部分表現蠻好 因為有的電動牙刷其實還真的還蠻重的 它只要充一次電呢 就可以使用一個月 包準讓你用到忘記充電 這是一個還蠻好的事情 然後我之前也有用過那種就是 號稱充一次電都可以用一個月的 然後通常像這種電動牙刷呢 如果你刷牙的頻率沒有到那麼誇張的話 都可以用超過一個月 所以其實是蠻驚人的 你只要再去旅行之前 確保說你有把它充飽電 然後旅行的時候就完全不用帶充電器 只要帶這一支就好 又輕便 然後又不會佔很多空間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 外出攜帶的好東西 它的震動次數啊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關心 我們有看到它上面寫說 它的間歇模式 就是剛剛講這個模式 是每分鐘一萬九千次的震動 應該算是在電動牙刷裡面 震動次數也算快的 這個就是可以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我們會把它的頁面放在影片底下 讓你可以再去研究看看 我覺得以電動牙刷來講 它應該算是一個蠻便宜的選擇 它有只付一個刷頭的方案是一千多塊 付三個刷頭方案大概是兩千元 在電動牙刷裡面都算是很好入手的一個價位 它的刷頭專業醫生建議 大概兩三個月要換一次 今天來介紹這個低能冷光亮白電動牙刷 我覺得以一個 每天都在使用電動牙刷的人來說 它還算是一個蠻好用的電動牙刷 而且就是刷起來還蠻舒服的 甚至刷完以後讓我覺得 口腔蠻清新 然後甚至就是有一種 好像幾乎洗完牙的 清淨跟光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 如果說你是之前 從來沒有使用過電動牙刷 想要入門來嘗試看看的話 我覺得倒是可以考慮 就是用比較親民的價格來取得一支 新的電動牙刷來嘗試看看 最後就是我們的抽獎時間 今天一定要抽出三支冷光亮白牙刷 非常的大方 所以請大家踴躍的來參與抽獎 只要你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是訂閱我們的頻道 第二是在影片底下留言 並且Hashtag折折開箱 我們就會抽出三位幸運的觀眾 來送你這個低能冷光亮白電動牙刷 分享看牙醫的經驗 隨便你們 祝大家晚安 再見 我真的有一次啊在台北 我就想說要去看牙醫 我忘了為什麼 然後我就到了市民大道的某一間牙醫診所 還是個女牙醫師喔 他一看完就說 喔天啊天啊 你的那個牙齒蛀牙好嚴重喔 完蛋你要趕快動手術 然後我就真的被嚇到 他就真的跟我約了一次 就是補牙的時間 我就給他補了一顆牙齒 然後後來他就說 我覺得你這真的太嚴重了 你之前都在哪裡看牙醫 我說在台南 他說你最好趕快回去那間 診所去讓他檢查 看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真的超害怕的 你知道那種恐怖的家庭醫學啊 常常會有那種 比如說今天咳個瘦明天就死了 然後於是我就覺得就很害怕 就趕快回家去看牙 他還照了類似X光還什麼之類 然後他照人說 你根本沒有蛀牙 他幫你補的那顆也不是蛀牙 那個上面就只是一些色素沉澱而已 你說可不可怕 就是其實我根本沒有蛀牙 我到現在也都是好的 但是那一個醫師卻告訴我說 我蛀牙超嚴重 而且超多顆蛀牙 因為我去他那邊補他就可以賺錢 但他如果要賺你的錢 他為什麼要賺你的歸牙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我後來就聽說 真的有一些診所 他就是會這樣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先騙你說你是蛀牙再說 然後後來我回去台南的時候 他就說 你那顆牙齒本來好好的 然後被他補的就是 就有點像裡面本來好好的牆 然後他硬要給你整個挖掉 然後補一些新的東西進去 可是他本來根本就是好 你說可不可怕 我只要告訴你們說 看牙醫真的要小心